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福奇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856集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G1的复刻玩具 它是来自于The Movie变形金刚大电影里头的Hara热破 那盒子的正面的话呢 有一个非常帅气的这个图案 但是这个这个身形的话呢 这个可动的话呢 至少也是后面的SS86的那一款Hara 才有这样子的造型了 或者是说MP的大师级才有可能这样子的造型 我们今天的这一款Hara的话呢 它只有这个样子 这个才是它真实的模样 它一样有一个能量条的一个设计 不过里头好像只有附带说明书 我没有看到一个红色的透明片 不晓得是提供玩具给我们的中晃一月兄了 它是没有发过来还是怎么样 Anyway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这一款Hara呢 它的体型来讲非常的高大 比现在的Deluxe等级要高的很多 是当年有一款应该是Transformer Universe吧 它是它里头有一个Gavazon疾风 就是Gavazon Psychoners跟Hara的一个组合包 那这个玩具的话呢 真的是非常优秀 我想拥有它的人呢 至今应该也会觉得收到这款 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啊 那以一个G1的玩具来说呢 它的可动呢 确实也是非常的少 它的可动只有手臂的手肘 还有二头肌可以转动 那这个的话是变形的需要 你也可以勉强当它是个可动吧 那再来就是它拳头可以转 拳头可以转是让人觉得比较意外 用这个地方示范一下给各位看 那它的头的话呢 整个是一片造型 是并不能够做转动的了啊 脚的话呢 也全部就是一片造型卡死的 这个呢 就是当年的老玩具 但是呢 看上去就是非常的形象 对不对 但以往的话呢 其实有很多的机器人的帅气的模样 都是靠我们小朋友们呢 去把它给脑补出来的啊 那附带了两把枪造型还不一样 那以这一款复刻版的话 动画配色的版本的话呢 它是没有电镀的部件 然后也没有这个贴纸啊 比这个当年的老G1版本的话呢 要更加显得这个一个一个一个 好了 干净利落 翻译过来就都偷工减料了啊 那我们呢 一同来示范一下 这一款Hara的一个变形过程 那首先的话呢 手臂的话呢 把它给转一个 90度 这里一样 手臂打直之后 转内 转进来90度 然后呢 可以把这个背包先往侧边转开 这个地方空间腾出来 这个往上面推啊 这里有一个卡扣 把它给松开 推上去 推上来之后的话呢 这个头的话呢 从这个地方 推进去啊 转一个方向 转的时候呢 要让它从黄色的这个地方 给推出去 再过来 这里推进来之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 黄色的这个部件 也视同是一个双动关节 把这一个部件给推进来 把这个人头的话呢 给推到这个部件的下方来 到这里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手臂 胳膊给往内推进来 到这边 好 那这一块部件的话呢 要旋转一个纵向角度 到这里 再来的话呢 我会建议 我们先把这个背包 给转到正面来 这样子 好 到这边 那最后的话呢 这个脚尖放进去 然后往前面推 它这里的话呢 是有个卡阻会卡住的啊 变形成人呢 是要记得拉出来 听到咳的一声 它才是能够正式的 一个完全的卡进去 然后这样用力推的话呢 这个热魄的一个车形态 就算完成了啊 那是一款还原度很高的 未来世界的超炮 这个流线形成的 是非常的好看 然后这个滚动性啊 真的是会好到 让你很感动哦 这个打了卯钉的轮胎 滚动起来 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啊 透明的车窗部件啊 也是做的非常的漂亮 那么所说的这个武器啊 它是按照说明书的方法 是给扣在上面了啊 但是也只有一把呢 另外一把就不知道收到哪里去 但是无论如何的话呢 还是让它上面空白一点 这样子的话呢 车型会比较好看 然后呢 如果跟我刚拿出来那一款经典 应该是2.0时代的热魄相比的话呢 今天的这款复刻版的体型稍微小一点点 但是造型也是非常的好看了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大家分享这一款G1 复刻版动画配色的Hara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啊 喜欢老玩具的朋友的话呢 这一款应该是可以把它带回家的 我们下期见 拜拜